因为这一对可就低调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她的夫人正式亮相 原来她的名字叫李学祖 神秘的背景一一曝光 以前还代表北韩 这个是啦啦队员 17岁的时候 看起来这个样子 真的是超萌 对着镜头亲切挥手 露出甜甜微笑的这个女孩 白皙皮肤看起来有点萌 她就是北韩第一夫人李学祖 南韩政府证实 李学祖拍摄这张照片的地点 就在南韩 时间点在2005年9月 当时她以北韩代表团 啦啦队员的身份 参加人川亚洲田径竞标赛 外界揣测李学祖这项经历 可能有助于北韩领导阶层 更了解南韩国情 南韩国家情报院 也挖出更多李学祖的秘密 1989年出生的她 今年23岁 高中毕业后 就到中国留学锦修升月 2009年和金正恩结婚 现在则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博士生 李学祖的神秘面纱还没完全揭开 南韩官方联合通讯社报导 他曾经在管弦乐团演出 昏后还特别接受六个月的第一夫人礼仪培训班 也有媒体指出 李学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妇产科医师 深圳传员李学祖原本是歌剧团演员 由北韩版邓丽君的美誉 两年前替金正恩生下一个小孩 但目前还没有获得证实 金正恩高调带着娇亲先生各种场合 也让全世界对李学祖更加好奇 中年新闻林芳颖综合报导